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 嘿嘿 寶哥今天又來跟大家聊天 要聊什麼東西 對了先跟你們介紹一下 我旁邊這一個是 紐西蘭頂港出名有名聲的 Tommy哥 你好你好 我是Tommy 他是我們這邊非常非常知名的 一個旅行社 彩虹旅行社的老闆 那Tommy哥彩虹旅行社在這邊開多少年了 今年第29年 29年 所以說呢 要問旅遊的東西啊 就問Tommy哥絕對不會錯 那今天找Tommy哥來 就是來請Tommy哥談一下 究竟來紐西蘭旅遊 有哪些必去必看的景點跟那些東西 然後另外呢 讓Tommy哥來分享一下 他這麼多年從事這個紐西蘭旅遊 他的一些心得跟想法 那個我想還是跟大家建議啊 因為我現在其實都是給大家建議 那至於是什麼狀況 你要根據你自己的狀況再來做取審 對對對 因為每個人都不一樣 對對對 但是你要 那紐西蘭是一個好上好水好地方 所以說你要來的話呢 你可能要花一點時間去做一點功課 那紐西蘭到這裡 台灣到紐西蘭呢 其實現在最方便的就是用 紐航跟華航 兩種航空公司來到達這裡 那紐航是直飛 華航是轉機 那你要來之前呢 你要先把你的假期先弄好 而且你一定要提早規劃 因為現在航空公司 他有很多的規定 跟疫情以前都不一樣 比方說他經濟艙 他有十個艙等 他從最低的艙等開始慢慢慢慢 一直高 所以你可能 你在十一個月以前買 是一千三 但是你在最近買 一兩個月買 可能是兩千多三千多 所以我覺得 你一定要提早規劃你的行程 第二個 你做功課呢 你可以在Google上面 找一些基本的資料 那如果你們還有什麼不懂 你就可以找我們當地的旅行社 幫你安排 這邊要強調一下 就是剛剛Tommy哥說的 那個航空公司的艙等 他不是只有什麼經濟艙 豪金 商務 這種不是喔 他是航空公司在賣票的時候 他都會有一個代碼 對不對 然後當這個代碼賣完了 這個位置沒有了 他就往下一個代碼 那每一個代碼 他都有票差 所以這個 這個便宜的代碼沒有了 他就只能往上走 那再往上走 這個便宜的代碼又沒有了 他只能再往上加價加價 所以你月晚決定到最後 你會做到是一樣是經濟艙 可是你的代碼 可能是最高等的那個代碼 可能都差不多快要接近便宜的 好經濟艙的價格 意思是這個 是這個 我們現在台灣拿 就是中華民國護照到紐西蘭 我們到底要不要辦簽證 現在呢 因為它紐西蘭 它其實是跟美國一樣 在你出發以前 你一定要先辦NZ ETA 那是一個網站 就是一個公開的公共網 就是那個 這個國家的網站 那你就上去 以後直接去填 就等於是電子簽證 電子簽證 你一定要先簽證過了 你才能來 那那個簽證是 兩年多次入境 就等於是說 你每次來 一進官以後 那個移民官就給你蓋個章 三個月 不管你晚幾天 它就給你三個月 那你出去再回來 也一樣再蓋三個月 所以你申請一次兩年內都有效 對兩年有效 Tommy哥 我們來紐西蘭之前 在台灣換好紐幣再過來 還是說來這邊 能刷信用卡就刷信用卡就好 你問對了 刷信用卡呢 在這邊很多都是 包括信用卡 有費用 有一些是不包含你要外加 像比如說餐廳 有些都會加2.5%到3% 你要看拿到的位置不一樣 就會不一樣 對 所以說刷卡其實是最不好的 因為那個卡的前線 是銀行拿走 所以我跟客人講說 你要刷卡 這個是最不划算 另外如果你是刷台灣的卡 會有一個 除了匯率 它還會有一個 什麼第三方的什麼手續費 對對對 轉匯的手續費 你可以注意看你的帳單 在你每一筆帳單的後面 它會在一筆什麼什麼 exchange 什麼什麼費 就是會多了一筆錢 所以刷卡不划算 所以我建議你還是在台灣 先換好現金 換好現金過來 因為也不多嘛 你就換一點現金過來的話 真正不夠你再刷卡 OK 這非常好的建議 我們都知道 紐西蘭是分南島跟北島 那我們來分開講 就是紐西蘭北島 有什麼景點是 Tommy哥你覺得 就是難得來這麼遠的地方 不管怎麼說 你一定要走一走 看一看的 我們到北島來 一定要來奧克蘭 因為是最大的城市嘛 對 比方說我們現在這裡 這家 這個Hotel 對面就是 Sky City 就是天空塔 這個是它的地標 所以你住這裡 物超所值 我覺得這裡是還滿不錯的住宿 我們家的客人也都要住這裡 我們來講景點 北島有哪些景點 北島的景點呢 除了奧克蘭 因為奧克蘭周邊其實 你如果可以用一日遊來講 因為我們奧克蘭有一種叫做 觀光巴士 那個觀光巴士 在全世界都有 就是那種 有一半是透 那個 上面是開窗的 上面是開窗的 下面是那個 它那個的話就是到每一個景點去 你就可以利用一天的時間 每個景點慢慢逛 那我們另外還有一種就是 我們在我們的行程當中 在我們公司的網站 我們都有所謂的和團的行程 所謂的和團行程 其實我跟你講大家有一個迷思 其實和團呢 我們只是用大團的這個定價 來讓你可以參加這個團 用比較少的錢 其實意思就是說 你等於是自己出來玩的錢 你讓大家都幫你攤掉了 對 其實是很划算的 對 對 因為其實我相信 Tommy哥過去也經常接到這種 就是台灣的鄉親 從台北直接打電話來問的嘛 就問說 那我不想跟別人在一起 我們要自己包團 對 結果假期一合計之後 人家就嚇一跳 對 對不對 通常就說 怎麼差那麼多 對 是這樣子的 參加這種我們叫做Local Tour 這種參團的 那北島它大概都會去哪些點 北島就是基本上就是兩天三天 那兩天的話就是 哈比春跟螢火蟲洞是必去 哈比春跟螢火蟲洞 對 那也是建議大家來一定要去看的 第一 兩個景點 對 那還有Local Tour 比方說它是有時間 你就會去看毛利文化村 裡面有一些 溫泉鄉 對 它就是所謂的毛利文化村 就是我們的溫泉 跟台灣的北投啊很像 因為那個 它的溫泉 其實跟北投的溫泉的味道 是一模一樣的 嗯 那北島不是還有另外一個城市 就是首都威林頓嗎 威林頓比較古聊是不是 威林頓是在我們北島的南邊 對 那基本上我們從奧克蘭 到 哈密騰 到到羅頭路拉 再到桃坡 再走山路到威林頓 其實要花一天 喔 一整天 那等於是最重要的 後面這一段要花五六個小時 哇 所以說你要是開車的話 你其實都在坐車 很累 而且那個車路是山路 對 那很多都是選擇就是坐 飛機直接過去 對 那我們有團也有坐過去 但是沒辦法 那個就是我們變成是四天的 那就多了一個到 威林頓去 就這樣 結束在威林頓 但是威林頓好像就是只有什麼 山頂纜車 只有山頂纜車 跟國會大廈讓你看 那其他 風很大 哈哈 南島有哪些必去的點 南島呢 那我們通常就是要坐飛機 載到基督城 通常大部分的團 都是在基督城進出 因為畢竟那裡的班機比較多 而且那裡的城市比較大 所有的環境啊什麼的都比較好 所以在那裡進出大家就很方便 那通常南島這樣子排這幾天裡面 會帶到哪些點啊 基本上從基督城出發 那往南走的話 我們通常就是看 紐西蘭因為南島是長條形的嘛 對 我們會有中線 有東線 有西線 那你走 通常我們是走中線跟東線 因為這邊西線的話 第一個就是它那邊的交通環境 還有交通的到狀況 還有那個天氣 還有它的旅館什麼的 都比較沒那麼的完善 那常常會出狀況都是在這邊 所以我們現在大部分的團 都是走中線跟東線 比如說從那個基督城就開始到 提卡普 其實那個牧羊人教堂 再到 瓦拉卡 瓦拉卡 再到Queenstown 那到Queenstown以後呢 Queenstown就是一個度假聖地 那個又是比較需要多一點時間 人間先進 對對對 那你也可以選擇一些什麼極限運動啊 比如說跳傘啊 做那個 直升機啊 對對對 還有什麼氣艇 對啊 或是氣艇啊 那個滑翔的 那基本上這些東西呢 我們都建議客人不要事先定 因為都是看天氣 對不對 都是看天氣 我自己到南島三次 三次都沒做到直升機 都是因為天候的關係 都是因為說今天好像可以 明天要去做以前說 對不起今天早上通知說今天飛機不飛 沒了 下次再來 所以如果你事先訂好啊 到時候退費什麼手續很麻煩 對 就比較麻煩 基本上那些東西都是我們local當地有特色的 那你想玩你就看當地的天氣跟你的心情 你覺得不錯啊你就去爆 因為畢竟那個價錢都比較高 對那都不便宜 然後南島的行程只要牽涉到Creamstown啊 通常你都要很早訂 對不對 因為皇后證太容易客滿了 對住宿又貴 現在住宿超貴 對 這一種你只要扭向國內班機有牽扯到皇后證的 你都要很早訂 因為機票很容易買 飯店很容易買 非常不容易訂得到 對所以這個都要很早 之前去南島玩的時候 我還去過一個城市啊 當地町 我覺得其實當地町也不錯 當地町也不錯 對不對 我們的團也有會去當地町 那這個就要看時間 你太短的話 我們可能當地町就沒辦法去 就可能要變成七天以上 對 六天以上 六天的就會去當地町 那南島不是有很多年輕人去 都一定說 啊我要上冰川 我要上冰川 那個都是要做直升機上去 那你如果去看的話 你只看到冰川的尾端 就是最後面那一段 那看起來收拾還沒整 就是 就是上次我們去看那個 就是到後面就有點 不是那麼漂亮 但是你要看 你一定要坐直升機上去 那直升機上去 就是看你付多少錢 他會 你付多少錢就停多久 因為直升機要花錢 那個油費 所以那個時間跟那些承證比 所以他基本上都會讓你上去 在上面拍照 所以你要拍照的話 你最好還是做直升機上去 所以那 Tommy哥 如果按照你這樣講起來 我們如果說來紐西蘭 第一次來 然後又想要說盡量每個知名的景點 都能夠待到的話 你覺得最好是規劃差不多幾天 如果有能力跟有時間的話 北島大概三天到四天 那你要加上奧克蘭的話 就會待更久 我是說 如果你想要一次玩夠的話 難打的話 基本是八天到九天 所以其實要兩週 兩週 大概兩週我覺得是最好 就是兩週的話 大概你所有都能夠cover到 對 而且我有一個建議是說 你買了一張機票來這裡 說實在也不是太便宜 對 那你既然來了 那你如果有假期 你應該把它全部都看過 看過完了以後呢 你這一輩子可能來一次兩次三次 那不一定 那你覺得你喜歡 你再來的時候 你就可以去做深度旅遊 看你喜歡哪一種style的地方 對 你再去找那個地方 對 再去深入的去玩 對 因為第一次來 你只是先熟悉這個環境對不對 對 看你到底喜不喜歡這個地方 對 然後看這個地方 是不是人家真的講了什麼 世外桃園 對 是不是跟你想的是一樣 如果不一樣 你覺得 那以後我就來過就好了 對 來過就好了 有打過卡 有拍照就好了 對不對 好 那我們最後就是請Tommy哥 再說一下 就是說 你覺得 你做這一行做了這麼久 老實說 坦白說 紐西亞究竟適不適合自由行 自由行 因為我們第一個來講 我們這裡的那個大眾交通工具 不是太發達 第一個 所以我覺得自由行的話 你除了你要有很好的體力 你還要自己做很多功課 而且還要去應付中間所有的一些 而且租車費 租車費也不便宜 那租車現在也不便宜 對租車也不便宜 然後我自己覺得 就說這邊另外一個最不方便的地方是 手機有沒有 你大概出了大城市以外 你都沒有訊號了 對 大概是訊號 斷斷繼續 喔沒訊號 對 所以你可能開一開 有時候GPS你就沒有訊號了 所以你都要事先在有網路的地方 把地圖先下載好 你要去的什麼地方 那就表示說你中間不能換地方 因為你換了就倒不到了 所以它有很多不可控的因素 對 對不對 真的不是太建議啦 當然如果說你本來就是旅遊玩家 你油騙世界各國 你沒有關係 那就另當別論對不對 但是一般人如果真的只是來玩一玩 好奇一下 其實真的沒有必要 對 我覺得這個還是要慎重考慮 因為好不容易來玩一趟 結果那個趁性而來 敗性而歸 那個就是非常受傷的 真的 而且你算一算你參加這種當地團 其實費用真的比你自己一間一間訂 吃飯加車便宜太多了 真的 因為你一定要記住 你的費用是一堆人幫你均攤的 對 對 我們也是希望把好的東西給大家講 那其實我也想做生意 但是問題是我做生意的時候 我也要幫到大家 這個才是一個互相 互利的一個生意嘛 那這樣子我也幫到你 你也幫到我 是啊 互相幫忙 真的 台灣人要挺台灣人 對這是Tommy哥的名言 台商要挺台灣 台灣人要挺台灣人 台灣人要挺台商 對沒有錯 就像上次1月28號 今年1月28號你記得嗎 水淹機場 對 那天是禮拜五 對 禮拜五禮拜六禮拜天 禮拜一又放假 整個是五六日 四天沒人接電話 紐航打爆了 沒人接 台北打爆了 沒人接 這裡打爆沒人接 所以那時候我就幫紐航做很多客服 我沒辦法 我也要幫大家 但是我雖然看不到你的定位 可是我可以跟你講 你要用什麼方式 你在用什麼方式去拿到你的要的東西 怎麼樣去跟航空公司去溝通 怎麼樣去找管道 我會建議你 但是我不保證 因為不是我的航空公司 因為畢竟你是旅行社 你不是航空公司 我到最後還被航空警告說 你不要講太多 幫太多了 對我講太多了 我們今天真的很謝謝Tommy哥 在擺盲當中抽空來跟大家講解一下 關於紐西蘭的旅遊 那如果大家以後 就是對於紐西蘭的旅遊啊 什麼的 還有什麼興趣 更深度一點想要知道的話 那我們就再來請Tommy哥 再來跟大家介紹 沒問題 那你有時間的話 你就看看我們公司的網站 或者是你找彩虹旅行社 紐西蘭場所只有一家而已 你一看它上面就有 那你有任何問題你就找我們 我們能回答 能夠幫你的我會盡量幫你 如果是在紐西蘭當地的人 彩虹旅行社還有賣好東西啊 所以這個也可以關注一下 那個是疫情當中出來的 那個也是希望大家支持 因為我們進的都是這裡沒有的 對對對 一般商店買不到 只有我們家才有 對對對 好啦那我們今天謝謝Tommy哥 謝謝 謝謝大家 掰掰